台灣其實就是一個 独裁的烈 它不允許有異己的聲明 對著中國媒體鏡頭 批評台灣 他是台籍跆拳道選手李東倩 參與亞太壯年運動會奪牌 領獎時高舉中國五星旗 掀起罵聲 事件過後 他首度接受中國媒體專訪 那如果今天我舉的是韓國國旗 或日本國旗 或美國國旗 他們是不是給我派上 那這個地方又送回來 就像台灣老百姓自己講的 這真的是成為一個軌道 一字一句批評台灣 不過在台南跆拳道界 有自稱李東倩的教練 痛罵他會背叛師們 是個美武德的人 背叛國家和出賣朋友 都只是剛剛好而已 包含過去在體制內打壓物 的一些台灣的人道教練 當然也都開始 各種的抹黑造影 台南市跆拳道委員會 相關人士也透露 李東倩並非委員會成員 也不是委員會教練 十多年前曾在台南 申請開設道館沒被批准 後來成立不合法的 踢拳道道館 因為教學狀況不佳 不到一年就收掉 我宣誓 我宣誓 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 李東倩去年七月還宣誓 加入中國共產黨 現在已長期定居中國 陸委會回應 關於李東倩是否加入共產黨 以及在台為中共發展組織等確認 事實後就會依法處理 今新聞該美新黃偉套 長報道